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看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 真实的家庭关系里面就是有这样冲突 我未来二十年可能真的我要娶他 就是有一个曾经陌生的男人要住在我的屋檐下 我得伺候他 我愿意为了娶他而付出吗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真是爱他的 你要替他想一想 我嫁给他 我怎么能让他幸福 我觉得如果你们都为彼此想了 或许能找到一条解决的途径 是好是坏 我一直说 老师们提供的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 解决问题的钥匙 应该在你们自己的手里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想这个问题咱们俩怎么解决法 总得有个办法 比如说把父亲房搬着和咱们一块住 这样是你照顾也方便 楼上楼下穿着走 我自己生活也有空间了 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我真心的话我想和你来过 我觉得牺牲一些我都值得 但是我从这个我的个性上漂浮二十年了 冷不定这样啊 这一下子 这种现实我都改不过来 那么这么的情况咱以后不能解决吗 我想你看看在这个时候你考虑考虑 行 行也不行 我觉得今天考虑考虑 自己急志之下思考出了另外一种方式 或者叫他可接受的方式 租个门对门 或者再租一个楼上的房子 父母一套 他们一套 不在一个屋檐下 但是在物理位置上很近 方便女方去照顾 这是你想的 对 行吧 你们自己去考虑吧 谢谢两位 请回 回吧 请关门 这算是一段这个黄昏恋情 想往这个婚姻生活里去走 结果碰到了女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其实在现实问题的背后 都有很深的这个心理动因和因素 老师们都做过了一些分析和解读 她们的选择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还是那个希望 希望大家不要用一个所谓道德的高度 来对这样的感情做一些衡量 我们尊重她们所有的一切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她们思考之后 她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不不不 什么意思呀 来来来 啥解决呀 我想还是 我们找个吃了办法吧 我觉得我刚才这个主意啊 我以前也想过没敢提 现在我觉得这样做 我觉得没有问题 既能照顾父母 又能够我们俩相处有空间 朋友来的 亲友来的都可以 我跟你说啊 我们尊重你们做出的选择 生活的路是你们自己去走的 回去之后还是要静下心来 考虑更多的客观因素 好吗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hat I'm out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恋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拥抱一下吧 请亮灯吧 来 这个送给 送给您 要保持一备诗 好好保养 好好照顾父母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他们今天做这样一个决定 我觉得此刻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浪漫的时刻 他们能不能用彼此的爱 让这种浪漫的时刻去延续 那需要他们更大的生活智慧 和更多对彼此的爱情包容